鸭搞得不愉快 霍富曼批评基隆黄色小鸭展场商业化 而前策展人范可欣他展现了诚意 这回他表示呢 歉意了 他表示说欢乐鸭跟招财鸭明天起要下架 我非常非常希望在这里跟霍富曼先生说 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冲突 一些争执能够在今天晚上 可以有一个转机 我想小鸭并不是带来给台湾带来跟 这个创作者之间的争议 他应该是给基隆人更多的欢乐 那如果也顺带可以基隆人盖更多的商机的话 我想这是我们当时的原因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希望跟霍富曼先生也表达我对他的一些善意 那这个善意是代表是这样子 第一我要跟霍富曼先生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做圣诞鸭 欢乐鸭以及招财鸭 所有的生产 以及发表的过程当中 我们从来 我在这里跟各位强调 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消费者宣称说 我们是霍富曼先生所授权的 第二我们上说 在各位的报道当中也会看到 这个财产局也出面说明说我们的鸭其实是合法的 在这里我们是合法的鸭 我要跟霍富曼先生了解说 在中华民国也是一个法律的国家 我们也是根据当地的法律做这件事 但是显然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在意 所以我在这里也示出我的善意 就是我从明天开始 我会在我所经营的气球艺术馆 小鸭气球艺术馆里面的两个摊位 那是我自己能够掌握的两个摊位当中 我们从明天开始 我所做的欢乐鸭以及招财鸭 从明天开始暂时停止销售 我们会持续跟霍富曼先生对话 他如果没有跟他对话达成共识之前 我们不会在这上面做销售 wha ithquick 啊 It 亿 游 清 清 我